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备网资讯的合作伙伴及用户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备运网安教育学院 华安线上学堂 WatchGuard 4世代彭彭彭讲讲教室 那今天要进入到我们锦囊庙记的第九季 就是我们不同型号的发握之间 我们的config要怎么互相的去做backup和还原的一个动作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讲话速度比较慢 因为之前有的反应说我的讲话速度很快 好像很赶的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了把我们讲话速度放慢 也希望大家可以习惯我今天讲话的速度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说 那在左边的这边的话呢 是我们WatchGuard ST515就是旧的型号 那右边的话呢是我们M370新的型号 那在不同型号之间 我们config怎么互相的转换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说要做一个旧换性的动作的时候 不可能说我今天把所有的pathy都重生 这太累了太浪费时间 而且有可能会造成pathy遗漏的一个问题跟风险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说 我们怎么把ST515的config 倒到M370的设备里面来 在转换型号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原先515的config 我们把它叫出来 我们把它叫出来 那首先点选setup 这边 setup system 我们点进去了之后呢 我们要先转换把我们ST515这个型号 转换成M370 OK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个Farbox model 我们选Farbox M series 就是我们现在新的型号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 我们这一次要选择型号 如果说你今天是M200 这个地方就选M200 如果今天470 我们这个地方就选M470 这型号我们把它选好就好了 那这边的话呢 会跳出一个警告讯息 这警告讯息就是说 我们原先的话呢 ST515它是有7个Pol 那现在M370有8个Pol 那所以呢 它会跳出一个警告讯息说 我们今天那个发过的Pol Pol的数量不一样 那这个地方没关系 我们再点选yes 再选yes 接着的话呢 要把我们的feature key 原本的feature key把它移掉 好 因为以前的话呢 它是ST515的feature key 我们现在把它转换成M370的feature key 我们就把这个feature key点出来 然后我们点选remove 好 它就会看到我们这边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好 把feature key给了 这边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接着 接着我们就把370的key 把它input进去 把它input进去 就会看到我们这边 我把key直接把它按 就是把我们的feature key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画面上面 然后接着我们下方的ok ok 贴选ok之后 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地方 feature key的这个地方 好 你就看到 我们是M370的这个model 好 那下方的是时间 好 到期的时间 好 这样我们确认好了之后 接着下方的ok 然后接着的话呢 好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设定档 把它上传到我们新的设备上面 那直接把它传上去了之后呢 我们设定档的转换就完成了 其实它非常非常方便 我们像其他的设备 它可能不同的po 或不同的 那个叫什么 今天或者说我今天做那个系统不同的版本 就导致它没有办法到设定档 我们不需要 好 我们只要把它们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我们就可以把设定档把它倒到新的机器上面 就这样 诶 按到 好 对不起 好 那我们这样子就上传完成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好 那我们在不同设备 不同的型号 不同的型号之间 好 的config的转换就这么简单 好 那 希望好 今天的课程对大家有帮助 好 我在备份设定脑锅 你在做就换性的时候 我可以很快速的 做一个替换的动作 那这边的话是我的联络讯 我是备网资讯的无红预官 如果对于我们的产品 或对于我们的影片 有任何的问题 好 我可以随时跟我联络 我会节省的替各位服务 那在我们的病院 我们的粉丝团 跟我们YouTube频道上面 都会定期我们 update 我们最新的影片 跟消息 好 还没订阅我们的朋友 赶快拿你的手机 扫描QR Code 订阅我们 我们将会不断的拍摄新的影片 回复各位的问题 解决各位的问题 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 那期待我们下次再相见 再相见 不好意思 再相见 拜拜